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 战宝国安 5-2 松泰达五轮手办 二股带帽比埃拉张席者联机50% 75% 1.0x 0.0x 0.274.9a 1516 V SMTC DNS COM下 在速度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 3.4.37 2018年 8月23日 15.40分10秒 播放流水吧 BITAN 27CA 796A 9911616 奥普691C19F 5870201 本地日之 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战宝国安 5-2 松泰达五轮手办 二股带帽 二股带帽 二股帽帽比埃拉张席者联机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 DATAVIDEOAR PUSHVIDF 00274.9a img http in news gtimg.com news app ls 0502 223 8 6 9 3 6 4 0 4 8 0 0 点击视频 战报国安 5-2 松泰达五轮手办 二股帽帽比埃拉张席者联机 时长约2分48秒 替参加记者小钟报道 8月17日 蒂克在俄罗斯世界杯 后 首次征召巴西队 北京国安中场雷纳托 奥古斯托榜上有名 不过 北京中和国安俱乐部不愿意放人 中朝俱乐部向巴西族协发文 请求别招奥古斯托 结果遭到巴西族协拒绝 大话国安 顶级连赛一千球 张显比运攻击立成丁双冠底线 奥古斯托将无援占恒大 南美市域赛上 奥古斯托是巴西队绝对主力 但在俄罗斯世界杯上 受伤并影响 国安中场仅三次剃图登场 不过 四分之一决赛对比利时 巴西队一比二败倍 第五登场的雷纳托打进巴西队唯一进球 世界杯后留任 蒂特仍想使用奥古斯托 北京国安不想放人 是因为球队十分依赖巴西中场 回巴西队请王车马劳顿 北京国安怕奥古斯托太过疲惫 回来后状态受影响 8月30日 中超联赛第21轮 北京国安将在主场迎战重庆思维 巴西队9月7日在新河西队着美国队 9月11日在华盛顿与厄关多尔交手 按照巴西队的热诚安排 巴西国脚引于9月2日和3日大国家队报道 9月14日 中超联赛第22轮 北京国安将喝唱挑战广州恒打 中超20轮战法 北京国安机42分排第一 广州恒大39分排第三 因此 9月14日一战是决定本赛季中超夺冠 走向的天王山之战 北京国安希望奥古斯托能有最完美的发挥 克巴西队对厄关多尔一战9月11日举行 打完那场比赛之后 奥古斯托将马步停骑的从美国飞往广州 以最快的时间 也只能与9月12日与北京国安会合 留给他休息和准备的时间只有两天 也正因如此 北京国安不想让他到巴西队勤王 请求巴西族协取消对他的征奖 实际上 巴甲球队更不想放人 两个国际足连比赛日期间 中超停板 巴甲却不停板 被征召到巴西本土国角 将错过两轮巴甲 9月12日 巴西背反决赛首轮将上演 巴西背四强中的弗拉蒙哥 克鲁塞罗和克林蒂安都有球员被巴西对丁照 和北京国安一样 弗拉蒙哥和克鲁塞罗也希望巴西族协取消丁照自己的球员 但得到的答复也是不 重点推荐 大话国安 顶级连赛一千球 张显底蕴攻击力成丁川冠底线 金雷欧 中超征冠分水岭 在9月123国足以能力差距出局 他30岁在中超收获首个帽子戏巴奥谷 职业生涯最好时期 漾非常的多 要紧 看담了长安 extended 宝而已 继续 ke的 duct